普及社区检测计划9月1日正式展开 由8月29日开始,你可以上网预约 填写你的名字、香港身份证或者出世纸号码和手机号码 并且选择检测中心和检测时段 成功预约之后,你会收到确认短讯通知 在检测当日,请在预约时段去到检测中心 先量体温 之后向工作人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是实身份 工作人员会帮你登记 以及给一个印有罪号的样本军你 稍后你就会收到一个再有参考编号 和样本军罪号的手机短讯 样本军不会标示任何个人资料 所有检测中心都从感染控制角度评估过是合适 并且实施社交距离和感染控制措施 每天会彻底消毒两次 在样本采集处,受过医护训认的人 会为你采集鼻腔和咽喉合并色纸样本 样本采集完会将两支色纸 分别伸入你两边鼻腔大约1至2厘米深的位置 和伸入你的喉咙 在黏膜的表皮压几下,拿分秘密 采集样本完成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每个样本都会用两个密实袋妥善封存 每天分几次,送到位于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 临时气膜火眼实验室 运送的过程会以GPS全程追踪 送到化验所之后,会由受香港法例规管的技术人员 进行2019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 所有检测都会在香港进行 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会在大约3天内收到电话短信通知 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便会打电话通知你 安排将你送到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在计划里收集的所有个人资料,检测样本和检测结果都不会送到香港以外 并且会在计划之后删除和消毁